登加楼干嘛碗一名老农夫 误以为爬树的伙伴是猴子 因此向他开枪 导致伙伴遭受无望之灾 更令人意外的是 老农夫并没有枪械准症 因此警方正在盘问 真正枪主的下落 这起乌龙枪击案 发生在昨天上午11点 当时69岁老农夫带着枪 来到他和伙伴 共同经营的果园 而他54岁的伙伴 当时正在攀爬芒果树 老农夫一时错认伙伴是猴子 开枪射击后才惊觉伤到了人 幸好伙伴只有手部中弹 入院接受治疗后 已经获准回家休养 至于警方调查后 发现老农夫并没有拥枪准症 已经当场扣押那把枪 并带走老农夫盘问 案件在1960年军火法令第8条 无证拥枪和第37 无理情况下枪伤他人条文 展开调查 中文字幕作为初线 中文字幕作为初线 主线 角色